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消息 据美联社报道 谷歌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三在东京表示 谷歌为履行与一些中国商业伙伴的协议 目前仍在审查部分中国客户的搜索结果 这种审查将在一段时间后结束 星期三 谷歌和雅虎共同批评了澳大利亚关于设立强制性互联网过滤器的建议 这两家公司指出 这种过滤器将限制人们接触与法律有关的信息 雅加达消息 据法新社报道 印度尼西亚星期三关闭了一座与法轮功有关的广播电台 新纪元电台 无国界记者组织援引电台负责人的话说 对中国政府干涉印尼的新闻自由表示抗议 这座电台从2005年开始用普通话和印尼语播音 2007年 印尼政府拒绝延续该电台的许可证 但它仍继续播音 本台消息 据博讯网报道 前人民日报副主编周瑞金星期三发表文章 呼吁再不能搞信息封锁和垄断 文章说 要保障民众的知情权 政府的政务信息要公开透明 要拓宽批评渠道 充分利用网络 接受网民的批评 民主选举要落实 要真正自然的选举官员 选出符合民意的官员 司法要公正等 上海消息 据法新社报道 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三结束对利拓四名中国职员 被控受贿和亲密疑案的审讯 但没有宣判 包括澳大利亚籍华人经理胡适泰在内的四名被告 在庭上承认部分贪污指控 但就个别受贿金额提出异议 北京消息 星期二上午9点多 位于朝阳区北陈路的奥体中心西门南侧 一个大院内发生火灾 《金华时报》两名女记者采访此次火灾时 遭院内数名男子推撞 其中一名文字记者被多名男子嫁起后脱离事发现场 专家指出 这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侵犯 据民生观察工作室报道 24日晚 四川省三台县 100多名被辞退的民办教师 爬上三台县教育局五楼楼顶 准备跳楼抗议官方无视民办教师 关于养老问题的上法诉求 现场气氛紧张 据悉 2009年 三台县当局出台政策 让民办教师们参加社保 要求每人交纳三万多元人民币的社保金 许多民办教师无力负担 本台消息 据博讯网报道 阳光公益义工河南生丘的访民李金良 于3月23日下午被释放 3月11日 李金良在北京两会期间被抓 后移交河南警方 期间遭公安的殴打 据报道 李金良是退伍军人 1998年 因见义勇为被歹徒勾结官方包袱 为此到省城上访 2006年 被判处三年徒刑 这次被抓时 李金良正代表阳光公益 在北京南站为访民分发食物 本台消息 据博讯网报道 上海基督徒沈佩兰 星期三被敏航区马桥镇政府人员强行带走 当时沈佩兰及丈夫曾经打110报警 但警察到达现场后又离开 春节以来 上海维权人士同国经 毛衡凤被劳叫 陈建峰被刑事拘留 上海的访民们担忧事不会临近 上海地方政府更会加大力度打压维权人士 因此人人自危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何平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